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有联系过我的妈妈他们的 但是我爸我妈他们都没有联系我 他们不跟我联系的 之后的事情我就一次也没有找过我家人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做了 我做错了那么多事情 我家人肯定会很生气 所以我就没有联系过他们 我怕联系他们 结果真的这一次 是叔叔把我的所有事情跟我家人 我爸爸他们讲了之后 我爸爸他们从外地赶回来 结果今天你们 结果今天你们也看到了 对不对 爸爸到我这里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只是说好久没看到我了 他知道这些事情 他看到我 然后他就直接流泪了 男子汉不轻易流泪 对不对家人吗 可是我爸爸他流泪了 爸爸真好 对的我爸爸真好 原来一切的一切是我想多了 家人们 原来真的到最后 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是对自己的孩子好的 什么亲戚朋友 那些都不会说 怎么的 你要是过得好 你的亲戚朋友会跟着你好 你要是过得不好 亲戚朋友都会远离你 最后 一辈子为你着想的才是你的家人 爸爸妈妈 真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爸的那一刻 我真的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咱什么 我真的 我爸爸不管骂我也好 说我也好 我肯定不会回 我不会反驳爸爸的 所以我真的 今天我见到我爸的时候 我什么话都说不了 让我爸爸骂吧 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家人们 把你送进 叔叔为 请把你送进 这个都是叔叔搞出来的 我爸爸他今天赶了一天的车 本来心情就不好 小宝爷在休息 爸爸他们在休息 然后我们三个都还没有吃饭 我们都还没有吃饭 爸爸他们 爸爸他今天赶了一天的车 很累 说是很累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爸爸说很累 然后就在 这里住下来了 住了之后 我就 我不是给小宝吃的是 那个我们这边的苦桥粉吗 我冲了一点苦桥粉 然后小宝也吃了 爸爸也吃了一点 我也吃了一点 我们三个今天晚上暂时吃了一点苦桥粉 今天让你爸爸休息一会儿 爸爸他还在休息呢 他太累了 先让爸爸休息一会儿吧 我出去买吃的 我也不知道爸爸喜欢吃什么 先让爸爸休息一下吧 比爸爸老好多了 对的对的 叔叔比爸爸老一点 阿兵他 我不知道了 阿兵他昨天晚上没回来 然后今天早上的话 我带着小宝出来了 我没有在那个宫廷上了 家人吗 没有在那个宫廷上了 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没有联系 还好不怎么饿的 家人吗 因为我带了那点苦桥粉 小宝吃的是苦桥粉 小孩子吗 就是小时候多吃一点苦桥粉 是养养这个的 养这个的 所以呢 对身体好 对身体好 然后就我们这边 基本上一直都是 就是老人也好 孩子也好 经常熬夜 经常来不及吃饭 没有正常 没有按时 没有按时间吃饭的那些 我们就这边的话 就经常吃那个苦桥粉 苦桥粉是五股杂粮 对这里很好的 然后我就小时候 我就一直 我现在给小宝吃的 也是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现在就是为我事情吗 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 他们也拿不出他们的那个米 没办法了 我们就商量了 他去挣他的米 他去 他去上他自己的班 然后我就回来 带小宝回来 他们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的 家人们 爸爸知道 一开始就知道的 所以家人们不同意 我家里面的话是不同意的 不同意 然后爸爸妈妈才会生气了 一直在外面 也不联系我 不让我过去找他们的 结果现在出这些事情 我又跟阿斌在一起 他们就很生气了 家人们 他们说阿斌很 就是一天到晚 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一开始 也没有给我个证 也没有给家里面 就是说好那种 不要回家 对的 我现在没有回家 家人们 我没有回家 感谢关注 谢谢 家人们 你们都吃饭了吗 我不能 不能 不能带我爸爸 见阿斌的家人们 我不能带我家人 见他的 因为他手上没米 他又 办不了这个事情 我家里面又不同意的 我要是让他们 我见面的话 我家人很会很生气 会更生气的 如果说阿斌他能解决的话 我可以让他们见面 但是阿斌解决不了 我对象家里的事情 阿斌也解决不了 更不说阿斌拿彩礼 去我父母 那你去给我提亲 订婚什么的 我现在什么 我现在事情那么多 我父母家人 怎么可能给我介绍 对象呢 对不对 我现在事情太多了 我家人不会 不可能给我介绍对象的 只会想着眼前的 这些事情怎么解决 该怎么解决 才会解决掉 我在一个镇上 我在一个镇上 然后我爸爸今天 一大早就过来找我了 刚刚才到的 刚刚才到 然后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吃饭 我们现在爸爸他们在休息 在一边聊天 一边点赞赞 好不好 家人们 我都不知道 该到爸爸去吃什么东西了 想吃好的话 我手头上也不是很富裕 想吃一点简单的话 我怕 我感觉也对不起爸爸 毕竟两年都没有见爸爸了 时间会好的 这个 这三个字会好的 会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会好的结果 会到什么时候才会好 爸爸现在还没有说什么 等他休息好了 今天晚上能解决 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能商量的话 就商量 他太累了的话 就让他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明天再看吧 明天再看 他想不了办法了 当初不是阿兵那样 对你又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对的 但是 自己的运气 是我自己的运气 不要回家 没有回家 退多少米 现在还不知道 要该退多少米 家人吗 我爸爸说 他回去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 拿一个对策回去 我爸爸他去解决 所以呢 这个解决下来的话 不知道要多少米 我有我自己的主件 但是目前摆在那里 我要是有那个米的话 我什么事情 都可以自己做主 可是我这两年来 我一个人怀小宝 带小宝 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 我又逐渐 我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家人们 肯定会解决的 事情总会解决的 就是看要拿多少 谢谢送的星星 谢谢 谢谢许 谢谢送的星星 家人们 不用刷 不用送礼物的 不用送礼物 叔叔叔肯定也要拿的 叔叔肯定要拿他们 他前面用了多少 他拿了多少 然后他用了多少 这些要算出来的 对你没有关系的 对我没有关系 但是毕竟是因为我才出了那么多事情的 所以呢 我也不能说 不能不管 不能说也不管我的事 现在你看 家人们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的话 我一个人带着小宝 然后我事情也需要解决 阿B也没有跟我在一起 他自己去挣扎自己的钱了 所以呢 我现在也需要点 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